鼓励南加州的民众发挥爱心 帮流浪动物找一个家 南加州尔湾市动物保护中心 6月4号星期天将会扩大举办 第11届宠物领养的活动 详细内容我们接下来要请 东森新闻记者朱光宇 来为观众朋友做说明 好的谢谢主播 尔湾市动物保护中心 6月4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将联合40多所动物保护组织和收容所 要把600多只无家可贵的狗猫兔子等 小型宠物带来供民众现场领养 值得一提的是 每只等待领养的动物 都已植入身份晶片 并且接种好疫苗 除此之外 现场还有宠物用品展 美食餐车 无声竞拍等节目 欢迎南加州民众踊跃前往 东森新闻 为宽朱光宇 在洛杉矶采访报道